我看你了 最后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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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对于 几岁开始 我已经没什么概念了 因为我就是 从第一步期开始 其实就是一个 第一场合 然后 可能我就是 在拍摄过程中 然后实际上发现 觉得 是 可能是每个角色 面对每一个新的基本 都非常的有趣 所以我觉得 可能就是 我觉得就是 逐渐开始写成的 我《逊风》上演里面 逸风的话 就是一个比较随性 然后比较随和的一个人 他一切都是无所谓的 我和逸风最大的共同点 所以长得还挺 就是 然后负责方面来 就是 就是 一样应该都是非常 比较善良吧 就是一个好人 但我没有像 逸风那样子 特别爱睡觉 我是一个 随时特地都非常有冰性的人 我觉得拍戏的来说的话 辛苦是很不会有的 但是我觉得 虽然肉体辛苦 但是我的心是很辛苦 因为最近是去喜欢 选择的一个爱好嘛 也不算是爱好 也算是爱好 所以我觉得 就是心不会累的 我觉得还好 而且奇怪了 我觉得 顾虑的话还好 因为 所有的剧本都是我妈妈 先审核意见 假如也不适合我这个年龄出演的话 她就会拒绝点了 然后就是我妈的意见就代表我的意见了 所以我觉得 既然我妈觉得剧本是否我 那里面所有戏分 对于演员来说 都应该继续去完全台 去这个台 以现在来看的话 过去哪部作品 我觉得都有 也有不好缺点 就是以我个人来说 就是我 我觉得还是有 可以改进的地方 因为 比如在现场的时候 我可能拍了一场戏 过了十多年 我以后觉得 哎呀那场戏我不应该这么演的 所以说 在我的心中 就没有和分合 就只有更学 集体分合 我觉得 我也有集体 什么集体就是具体 其实具体也是一个 也是个家庭 也是个非常棒的发展 而且我觉得在具体里面 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因为当然了 我到目前的目标 就是具体 最重要就是 嗯就是一定要保证学习优养 哎我哪天我学习 门门不及格了 那我可能真的 嗯 可以再提下来 好 这样 嗯 就是没拍戏的时候 就一定要把学习搞好 因为学习搞完 就可以就是 这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比如说什么 打篮球啊 打游戏啊 就做运动啊 酷 嗯 那我这摸摸你 我该误会 我觉得酷就是 酷就是 酷就是 有魅力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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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决定世界观啊 那谈不上行不行 就是从小就 所有的世界就是 自己的认知啊 谈不上我们世界的 可能大家是这样的 你自己认为 认为正确的东西就正确了 可能别人就觉得 啊 你现在是确实对 那你可能就是 可能要去思考一下 但我觉得还是要坚持自己的东西 你 你看看 嗯 嗯 嗯 ск